HELLO 大家好,我是詹氏師兄 之前帶大家去過廣州的電子街 還有澳門賣電子零件的地方 自從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 去珠海又便宜又方便 今次我就趁著去珠海工作時 帶大家參觀一下珠海賣電子零件的地方 很快就到珠海了 有個創意市集, 進去看看 最近政府開始容許地攤經濟 所以周圍都會見到這些市集 裡面賣的東西都不是很有創意 我們都是去搭車 電子城就在吉大 搭巴士便可以去到 走去5號月台 搭這兩輛巴士其中一輛都可以 車費都只是一元 如果是搭23號巴士 就在吉大站下車 如果是搭25號巴士 就在九州城站下車 有巴士, 上車先 我們去到吉大 我們轉了, 繼續向前走 看見到這間皇冠界的酒店 去到路口 我們就轉右 不要過馬路 我們到達目的地 這裡就是珠海吉大路的吉大電子電腦城 進去參觀一下 進去參觀一下 有套件賣 不過好像只有一款 這間是賣工具和儀錶的 有套件賣工具 繼續走進去參觀一下 繼續走進去參觀一下 好像很多都沒有開檔 好像很多都沒有開檔 上樓上去參觀一下 這裡有一間電腦店 這個店位放滿了SMD零件 還放到出門口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牌子的萬能遙控器呢 這間的貨物 好像幾齊 看樣子又不像撿了一粒 難道今天是放假 沒有開門 一樓比地下 幾乎有半個商場的舖位都撿了一粒 2011年的報紙 即是說 荒廢了超過十年 走回到樓下 看看找不找到店主跟我聊聊天 澳門都有一班店主上來 現在每個人都在網購 香港電視街是最明顯的 以前人山人海 所以小朋友走到中年 香港電視街 以前深圳都說 你找不到的 你去香港電視街 那裡 不說都不知道 原來香港的鴨寮街 曾經這麼嚴重 現在便變成 香港找不到 便去淘寶買 我們到處走走走 原來轉彎還有另一個門 我們走去看看 不要看門口光光漫漫 其實只剩下兩三間店 因為他們主要都是賣燈 被人的錯覺就好像很熱鬧 正如剛才跟店主聊天 賣電子零件的實體店 實在太難做了 走完吉大電子城 時間上早 不如跳上的士 帶大家去找食物 珠海近年的賣食熱點 九州道購物公園 由吉大搭的士過來 大約是15分鐘左右 這裡有很多食物 穿回九州大道西 就是富華里商圈 那裏更大更多東西看 不過這次我就沒有去那邊 如果打算在珠海過一晚 那就要去下灣市場看看 每晚一到10點 下灣市場就會變身做一個 宵夜熟食市場 看看有多少人光顧 來宵夜裏面請 來宵夜裏面 珠海比我的感覺更舒服 比廣州 很多地方還可以用廣東話 溝通得到 珠海會不會有另一個電子街 我還未知道的 知道的朋友記得告訴我 下一站我們去哪裏呢 見得到 又來了 至於 里面 所以 由吉基尼 在這裡 找見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